由中部市管市民進黨 黨部所基盤的青年贏外董 竟然吃百貴對環保、歷屬、人權頂議地有幸福的青年民救來參加 昨晚兩位表示 這個外董不要強調東派內容 送搖車的來賓也都是對台灣的環保和公民外董 真有經驗和太多的民眾學者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親一步來了解我們台灣需要改進的地方 我們以為我們一位年輕人的道理 南港一名的庫典由行政義中辦這項章本身母 來修身擔心應堅持 並告訴大家對著人士台灣的責任 最後就有一位很年輕的自由英雄本志剛作家 來隨便他如何參與人士台灣的經驗和生活 參加學員都聽到就想到 然後這些講師他可能平常不是那種 政黨參與的那種講師 所以這會比較客觀一點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些學生來自不同的年齡層 然後他可能就是會提升他自己的公民素養 然後他也會對這個土地比較有認同感 他們這次安排的失職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想要擺脫那種就是民進黨要給青年的活動 所以來參加這個活動並不會讓人家有一種 你就是來幫民進黨宣傳的標籤 對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參加這個活動是輕鬆的 這張名為公民崛起認識台灣兩天一名的青年贏活動 是由民進黨中部市館 以及東部 共同合作 以聯合體力的概念所基盤 希望提供對到愛台灣 注重觀察和公民意識的青年合作 這個活動交流生活的北台 我們中部其實年輕人 很多公民運動的年輕人 他們其實需要更多的舞台跟培訓 那我們藉由這個營隊 也是希望說讓更多公民的青年可以站出來 那南投其實是有很多的年輕人 他有參加公民運動 但是都是在台北去北上參加 他現在我們把這一股力量集結起來 希望未來可以關心我們南投這片土地 更多的公共政策 包括彰化縣 台中 苗栗 其實大家集合在一起都可以互相幫忙 這也是一種中區聯合合作的概念 南港一名的庫典將由台中市長林家僑 在禮拜A到來亞洲出席參加 向所有學員來分享 他過去在野百合攝帶公民運動立場 這把我們也希望就出機會 跟青年合作交流 可以聽到警告建設性的意見 並祝福大家最會來參議公共議題 記者 今天 蔡宏不動